根源在于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的勾连挑衅 严重地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地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因此面对这种公然的挑衅 我们不得不采取正当和必要的反制措施 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么我们所有的举措都是针对那些台独分裂势力 如果说担心地区局势紧张的话 应该去要求美方立即马上切实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定要认清谁是肇事者 谁是发起挑衅的一方 中国只是被迫防守反击而已 我希望你能够认清这个事实 而且你也应该理解东盟的这个声明 说反对任何挑衅行动 它指的是应该佩洛西的访问 那么你提到的东盟国家立场 他们也是希望看到这个地区和平稳定 反对任何类似佩洛西访台 这样的严重的挑衅行为 因为各方都非常担忧 这种没有任何道理的 非常鲁莽的 这种挑衅行动 可能会将地区的和平稳定 至于危险的境地 那么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有很多的国家发声 我可以再给你介绍一下 你可以更好地了解谁是挑衅者 昨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已经表示 联合国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古特雷斯秘书长后来又再次重申 联合国将继续尊重一个中国政策 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 昨天阿门已经发声支持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也发表了声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成员国的内政 支持各成员国维护国家统一 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且要推动成员国 加强合作确保本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再次表示 美国平白无辜地制造紧张 毫无任何道理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了声明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坚决反对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对美国和他的盟友进攻性的政策和在台湾 世界和平稳定的源头 国际社会必须予以制止 缅甸外交部发表了声明 称佩洛西访台导致台海局势升级 缅方反对任何引发地区不稳定的挑衅行为 反对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企图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印尼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 印尼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佩洛西访台引发可能引发中美对抗加剧 如果不加以管控可能引发冲突 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泰国外交部表示 泰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应该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也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爱塞俄比亚的外交部表示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原则也得到了联合国和非门的支持 苏丹外长也发表了声明 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丹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刚果部的外长表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刚方始终不渝的政策 刚方坚定地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行动 南苏丹外交部表示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南非国民事务会主席也表示 美国的举动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的干涉 使得多年来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毁于一旦 不可避免将危及地区的和平稳定 希腊的外长呢 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 也刚刚同王一国委员举行了会见 他也表示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 希腊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塞尔维亚的总理在会见中国驻赛大使的时候也重申 塞尔维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尼加拉瓜副总统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 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 尼加拉瓜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佩洛西访台 表示尼方完全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支持中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支持中国人民的意志 赋予的责任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针对中国令人不齿的挑衅行径 委内瑞拉外交部表示 佩洛西访台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直接挑衅和严重威胁 委内瑞拉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敦促美方尊重中国主权 哥斯达利加人民先锋党总书记表示 中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党坚定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外巴西共产党的主席和国际关系主席联名发表 题为台湾帝国主义挑衅中国并再度威胁世界和平的声明 谴责佩洛西访台 阿根廷共产党发布了公告 谴责美方公然违背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和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所作承诺 指出佩洛西串台是严重的挑衅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公开发声反对美方的行径 此外俄罗斯 泰国 古巴 南非 津巴布韦 安格拉等多国的媒体 都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 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佩洛西访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是严重的挑衅举动 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让中美关系陷入深渊 损害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也发表文章表示 佩洛西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行为 使美国和世界陷入了失序和不稳定 台湾问题紧张形势的原因 是美国不断蚕食与中方达成的谅解 这些都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得到多助 失到寡助 希望我介绍了这么多 你应该清醒地知道 目前的形势下到底谁是挑衅者 谁是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 感谢观看